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忘机一口 闪着一双特别无辜的大眼睛道 我看着你打字 蓝忘机半信半疑 脑子里没想别的 没有 魏无羡矢口否认 他怎么可能承认自己在以言蓝忘机的手指 反正也猜不透魏无羡的小脑袋瓜里 又有什么奇思妙想 蓝忘机干脆不管了 凑过头去 在魏无羡唇上轻轻碰了一下 已是回应魏无羡刚才的那个吻 然后扭头过去开始专心干活 在一旁早已经淹死在甜蜜空气里的梦节 无奈地闭上了眼睛 在心里狠狠问候着 这两人的祖宗十八代 又不敢表现出来 只差给他憋出内伤来了 魏无羡和蓝忘机却依然旁若无人 眼睛里只有彼此 完全看不见除了彼此以外的任何人 魏无羡处着下巴 看了一会儿蓝忘机陈列的条款和注意事项 发现他确实写得很好 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 便自己给自己倒了杯水 端着走到窗边去慢慢品尝了 虽然只是被凉白开 孟节那孙子连杯茶都不给他们泡 呸 魏无羡在心里狠狠地把孟节那孙子比移了一顿 然后瞅着孟节那胆颤心惊的怂样 慢悠悠地喝了一口凉白开 好在他家蓝战半事效率很高 很快就将合同起草好 检查无误后 打印出来 双方签了字 按了手印 合同正式生效 魏无羡让陈树把钱给孟节打了过去 扣了先前借给他赌博的一千五百万 还剩下两两千万 陈树一次性都给孟节打了过去 魏无羡这边算是给孟节 争取到了第一个胜利的关键点 剩下的就要看蓝西辰那边了 两天的时间很快过完 周一的例行股东会也正式拉开帷幕 孟善堂也就是孟瑶的老爹 直接在股东大会上窜步罢免孟瑶在公司的一切职务 以及解除他总经理的职位 好在这些年 孟瑶为公司尽心尽力 他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 在他任总经理期间 也积攒了很多人脉 公司里有很大一部分人 都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 那些人在公司高层 或多或少地占据着重要职位 此时 这群人恰好站了出来 都不遗余力地支持孟瑶 也有少数的股东不同意更换总经理人选 他们入股孟氏集团就是为了赚钱的 自然希望能人来管理公司 这样 他们的钱财不会打水漂 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孟善堂冷冷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来投票决定总经理一直逝去逝流吧 孟善堂不屑又带着点威严的眼睛 扫了一眼会议室里的所有人 开口道 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里 都有权投票表决 今天的会议室里 孟家二子孟维扫了一眼在座的人 孟瑶本人没来 支持她的人也不足以撼动整个局面 除了少数几个是孟瑶的人 其他的人都是她和她爸的心腹 今天 孟瑶出局出定了 只要孟瑶出局 她就能接受孟瑶的一切事物 那么 她这个副董的身份 甚至是实权都能在网上提好几个层次 孟瑶嘴角浮起一抹阴险的笑容 首当其冲地投了赞成票 陆陆续续有人跟着投了赞成票 也有几个投了反对票 会议室里的人们都各怀鬼胎 心思不一 也有的人还在观望 紧紧捏着手里的票权 迟迟不肯交出去 随着会议的进展和讨论的核心 他们已经大概猜出来了 倘若这次孟善堂的提议 得到了董事会的支持 那么 就意味着孟氏集团内部高层 即将被大唤写 这个时候 谁也不愿意站错队 这时候站错队 就等于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谁也不是傻子 在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确认时 总是有人甚之又甚的